对阵CPG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一局的一个胜负关系比较的玄妙 球人者保平就能赢 然后取悦这边 真三呢加赛 真四呢反败为胜 这个小提金家 打这套这种还真不好说 无论抓个挑战师还抓个贸易家 其实前期他的一个保平能力还是都有的 但是真胜的话还得看防守 当然他的一个闲真的非常准 上来秒抓一个球人者就算卖了 可能电击也不一定够 但是这个东西还真的是取决于小提金家自己 这一局取决就是把那个 把这个机会抓在自己手上面 看能不能抓得住了 就是你选个红夫人的 你需要对面球者给机会 你才能够完成一个三抓 但是如果你打一个小提金家呢 真的就靠自己 看自己的一个发挥了 带的是个闪 带的是个闪 就是相信自己的闲 强尸这里这块板子没有下的话 这边一个交互点一封 怎么说一补香水放 等 往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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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香水要结束 跟上去 这应该是往下再一跳 落下来 这边再追往窗外 那么一番 一轮操作是拖了非常久的一个时间 这边要一根弦再封交互点直接拉 但是这边条件事反应很快 根本没有进去 闪现好了 这边能不能闪现 把香水骗出来 想骗一下 但是回忆这边没有上当 我掐着苗表 那你想骗我 闪现都没好 空火一刀 好 这边空火一刀是骗出来了 骗出来以后 这边再落地 你还得等 等到香水结束 这块板子下 那根弦 闪现一刀开 有地亚式 这里 怎么说 往哪走 继续往楼上走 哎呦 这里 楼上楼下的跳 小店家确实不太好弄 再一个跳楼香水 这里骗一下 再跟 跟上来 香水 这里是用完了 但是拖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久啊 60秒的闪现交调 大家注意到就是60秒之后 已经是再溜了30秒了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溜了90秒以上了 对于小金家来说 这把要想要赢 只能是靠他的防守 闲能不能秒 没秒掉 前面的话 这边还是一个加速 还能往前面的板子走 还要可能 还要等下一个闲的一个 抽到 没抽中 还要等下一个闲 还要等下一个闲 这把这个位置也是不太好 嗯 对于穷者来讲的话 甚至可以选择就调师 对吧 大功臣溜了这么久 可以不救了 卖了宝瓶 对吧 调师这里 全场你最秀 搬一个奖给你 但是救我们不救了 我们宝瓶能赢的 冒险家这里应该手上 冒险家最后台奠机量的话 他手上面应该是有输液的 他手上应该是有输液的 咸咸咸咸咸 哎哟 这变成了一个抽奖家了 调师这边还做个动作 给你鼓个掌 相信自己 哎 你看 哇 这回忆 真的是溜起来 这边应该是倒了吧 这要再不倒 再不倒就没天理了呀 调师一个人溜舞台 板子一踹 取悦这边 理论上面来讲 已经没机会了 除非救人为白给啊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怎么地 求人者保个平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阿多 再加上这边的蓝色 两个人 哎 一个翻书页 一个修电机 前锋的机 90%了 这边的电机已经点开 用兵来救一波 可以救 可以救 电机快压好了 可以救 取悦这边开门战 要兜一波三抓 这 对吧 对面也是职业选手 不会给你机会的 打一刀 救下来 拉开 一个调师进医院 追的话 追不了这调师 这调师怎么追 打一刀 他电机就亮了 这边只能是一根弦 拉了以后再补一刀 但是这样的话会给到穷者一个充分的时间贴门 行 补 补中了 等等 等 翻出去 再打一刀 好 这边电机 亮 亮的稍微有点晚 闪现一刀 挂时能挂上 但是你这边交了闪现的话 也就这样了 外面 阿东的冒险家这边是 因为这局要三抓才行的 穷者保平就行了 那边 佣兵一开 前锋一走 那个佣兵一走 前锋手上满球前锋 还有博命 他们要打的话甚至还可以再回来打 这边来找 阿东的冒险家 他躲 躲草丛 割草 割他 割他 割 再看 再看 哇这没看见 来各位观众你们觉得能不能躲过 冒险家这边 能躲过的请扣一 不能躲过的请扣二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躲过 还没找到 还没找到 还在卡视野 还在卡视野 还在调角度 割草 割 哎呦还没看见 看见了吧 小红蝶 哎呦我去 终于找到 但那边调势已经起来了 这边没有传送 三跑三跑三跑 前锋看拉个球 玩一手 走了 佣兵 谈个护币 谈一手 可以恭喜一下这边的微博 确实这把回忆的调向师 堪比上一把的祭司 堪比上一把的祭司 微博的求生者确实还是非常给力的 communications 超红蝶 关闻